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轻松搞定一个训练日 也免除了更换器械的烦恼 今天的动作我们同样是先从热身运动开始 第一个动作 反向器械哈克早安示 塔克深蹲可以正面使用 也可以反向使用 其实在绝对大多数的健身器材 都有很多种使用方式 并且运动的动作也并非只有一种 有训练目标才会产生训练动作 同样 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正确的动作姿势 早安示推荐采用较窄的占据 将器械的肩垫放置在自己适合且舒适的位置上 完成早安的动作 向后时将臀部推到最远端 保持膝关节微躯 而后使用臀部的力量将身体推成直立状态即可 第二个动作 反向哈克宽具深蹲 此动作我们采用较宽的占据 双脚踩在下斜的踏板上 只有这个角度 身体才能蹲下去 且蹲得更深 双手抓握器械的把授上 帮助稳定身体 使动作完成得更流畅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的深蹲 都要保持背部的中立 第三个动作 哈克宽具深蹲 这时候我们采用正面 将腰部靠在器械的靠垫上 此动作的与上一个相比 腰部的压力要小了很多 本腿的受力感觉会更多一些 同样腿部的感觉也会带来的很快 同样采用的是较宽的占据 且双脚要成外八字形状 踩在上斜的踏板上完成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在前一动作的基础上 采用窄占据完成 在蹲累的动作中 宽占据与窄占据的区别 在于发力的肌肉不同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 较窄的占据锻炼的是腿部前侧的肌肉 较宽的占据臀部大腿内侧 都会参与到运动中 所以根据你的目标 来选择你的动作即可 请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 重量 组个数 今日分享结束